是骚跟幽默的合并起来的意思吗 你相信斗鱼有真爱吗 有有有确实有 我们家那个有几个房管对我是真的很好 就是包括我们家现在那个飞机杯的客服 有一个就是我们家的房管 对我很好啊 我弟弟他现在是我弟弟 我的小弟弟 你是新手球介绍 欢迎你来到我的直播间 不着急慢慢来 咱们烙着烙着就熟了啊 先挺关注啊 再说一遍啊 这是我家的避孕套啊 李老师款的避孕套 给你们看看特别好看 嗯这是李老师款的避孕套 好看吗 买我的飞机杯有送避孕套哦 我就不打开给你们看了吧 打开又浪费一个我用不到 暂时用不到 以后还是会用的 但是我自己家的避孕套呢 我怕怀孕 所以说呢 嗯我不建议各位用了我 拿我的避孕套去啪啪啪啊 拿我的避孕套去那个 用飞机杯可以 啪啪啪的话 我怕你怀孕 还是算了吧 多一个孩子我也养不起啊 好丑啊 不是你是这么接受不了一个女人 女人素颜吗 那你完了 那你以后一辈子找不到女朋友了 我都算素颜很好看的了 不是我不要脸啊 不是我吹牛逼啊 这是事实 你看我你都看不过了 那些女的素颜你就吓死了 质量不行 不是有人有人用我们家这个撸管子 然后漏了 我不知道 我觉得还可以 因为我当时挑的时候 我是拿手指甲抠过的 没露 然后我们家访管说 李老师啊 你这个飞机杯 这个避孕套有点萌啊 啊外表萌就算了 我用的时候它竟然露了 我说好吧 小姐姐收收收收 收小鲜肉 收收 收 你们要是给李老师的店铺当客服的话 李老师会供你们用不完的飞机杯 把你撸到 撸到死 那你要当我的客服吗 哪个旗袍 撸管带套 不是 它用的飞机杯带套 因为是这样的 那个飞机杯 如果你不带套的话 你射进去的话不太好洗 你知道吗 能洗 但是你洗的话 还要晾干 就会比较麻烦 你要用边缘套就不用晾干了 而且我觉得这点没有不好啊 就是稍微有润滑嘛 撸管的时候 用边缘套首先有润滑功能 其次就是它 比较卫生嘛 就撸完直接就是 不弄到到处都是 不然你们喷到墙上 就很尴尬 我以前有个 以前我去我们班 一个男生宿舍 他墙上就有一坨 你知道吗 然后我说 我靠你 你摄到墙上了 他说我不是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反正他说不是 我感觉是 进来就这么高能 欢迎你 欢迎你来到我的直播间 这个东西啊 不要摄到墙上 很尴尬 不过你们知不知道 一个男生 就是尿尿尿的 就是一个尿尿的那个力度啊 好像能反映你这个男性这方面的一个健康程度 就是你的这个一个什么各方面的一个能力啊 就是一个男生那个尿尿的一个速度 还有一个就是力度能能反映出一个男人这个这个那方面好不好的 我觉得我看过一个综艺节目 叫那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叫 极品美女极品 美女极品 对 然后那里面就有一个环节 就是看那几个男的 就是谁尿尿尿的 比较 比较那个 就这样 你也看过 我觉得那个很好看的 笑死了 我以前是不看综艺节目的 但是那一口 那个觉得蛮好看的 顺风 你要手上 不是日本节目 各位 那个是一个 我们大陆的一个 就有点类似于相亲节目的那种 就是两个嘉宾到场之后 就是男嘉宾加女嘉宾 然后女的全是美女 然后男的全是屌丝 或者加几个帅哥这样 然后 然后就是相亲嘛 就是他们谁看上谁 最后配对这样 但是不是那种很low的那种什么 爱情保卫战之类的 爱情保卫战也蛮好看的 不过类型不太一样 迎风尿一脸 现在社会女孩是看颜值 还是看彩礼 你说 你说女孩看男孩吗 女孩看男孩还是看彩礼吧 但是我看的是综合方面的 就是我 太有钱的我 我配不上 太帅的呢 我可能也配不上 就是 会看一个 综合方面吧 一个男人 好吗 对 好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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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